我一直以来都是认为自己的素质是最差的 所以我做的东西都要比别人确实 因为自己对身体上面的素质的这个东西来讲 其实自己对自己是没有那么自信 所以自己其实不管是做训练或者是做伸展 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也都是一样 都是会觉得自己就是不够好 所以自己要更努力的去做好这些东西 那不管别人怎么认为 有可能有的人会认为说 你做的东西会不会太多 或者是你跑步会不会跑太多 那自己都会觉得说 多做对自己是好的 不见得是坏的 那身体疲劳了 需要休息的时候再休息就好了 那大部分都是会觉得说 我的身体的素质没有比别人好 所以我必须要做的东西要比别人更确实 所以对自我的要求就会比较高 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的理念 然后让自己会去做的东西 比较多是朝这个方向吧 其实两边都有耶 因为在日本的话可能就是因为中日是出了名的体能是比较多的 可能高中或国中的时候体能算还不错 但去到日本之后没有自己的预期的那么高这样子 那可能就是跑的量非常非常的多 那训练量也非常非常的重 导致成自己的体能增加了很多 那来到美国之后才觉得说原来可以再增加一些重量训练 或者是一些体能上面可能做一些更改 或许也有一些帮助这样子 所以这两方面其实自己也有多做了一些比较深层的一个研究过 因为有跟体能教练做一些讨论 那他们也会给我一些蛮多不一样的想法 那自己也对这一方面其实也慢慢的去了解了很多 然后也知道他的重要性在哪里 就是身体因为身体其实是比较诚实的嘛 这两年之后自己的身体慢慢就是很诚实的 就告诉自己说必须要有这些训练 你才有办法去持续这么长的一个球技 我的话我比较喜欢是注重在于下半身 尤其投球的意识中其实会比较多是上半身的意识会比较多 可是往往就是你在投球啊或者是跑步啊 你用到的大部分都是还是下半身的力量 所以自己对下半身的力量可能就是重量会做的比较多一点 那上半身的重量的话可能就是会比较轻 那比较不会去影响自己的投球是为主 就是维持吧可能重量就不会做到那么重 然后次数也会去控制他 以前先发的话可能就是会再增加一些重量 但是没有像球技结束的时候那么重 因为毕竟先发投手来讲 你的调整会比较容易一点是因为 你大概会有四天的休息 你有足够休息时间去让自己修复 那中继的话可能就是因为你要投球 你要比赛的时候什么时候你不知道 所以这一方面我还在慢慢的在做一些调整这样子 还在适应当中 我觉得其实这些训练的东西其实是在于个人 因为而不是说因为你来到国外之后 就会学到比较多的东西 而是你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你是想要在棒球界里面只想要打个三年到五年了 还是你想要打到20年 甚至你想要打超过40岁 毕竟对我来讲打球生涯可能就是短短的20年最多25年 我觉得先想好自己的球员生涯到底是要走长久的还是要走短暂的 就会变成是你在训练上面的需求有多大跟有多重 现在日本有一些教育完之后是给自己的感觉就是我是想要丢 我是想要走长久的球员生涯 所以我希望我的身体是可以附和到自己的预期跟自己的目标这样子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就是在国外很辛苦回到台湾之后就会想要多休息 我从我在出国的第一年的时候高中的教练 然后跟大学的教练还有自己接触的一些对我可能比较熟悉的球员上面 他们都会给我蛮多建议就是回到台湾的时候还是继续保持做训练 但是因为我的训练自己的训练量过大 所以导致成很多训练的老师他们就会觉得说你要不要多休息一点这样子 可是在我本身就是觉得说如果训练量不大的话我没有办法应付整个球技 所以我必须要让自己的身体是处于是最好的状况 所以一直是这样子的保持的观念